和美政长阮后爵 2024年初代表国民党竞选立委失利 接着5月被爆出涉嫌贪污 法院裁定积押禁件 检方侦办后依贪污罪嫌起诉 阮后爵法院认定有沟串之余 裁定续押 检方调查阮后爵担任和美政长时 涉嫌介入谢信祭祀工业土地纠纷 一开始谢家8人提告同宗36人 派夏拳不存在胜诉 而派夏拳属于派夏源 派夏源是旨在祭祀工业的成员 共同参与祭祀工业管理 谢家8人后续申请派夏拳员证明书受限法规 15年来没有结果 请来赖姓及诚信男子帮忙 两人多次前往公所及软后爵服务处 请求软后爵协助承诺会给报酬的三成 软后爵涉嫌多次指示民政客员尽诉办理 原本应该公告30天的派夏拳员证明书 短短10天内就拿到公所核发资料 谢家8人就将祭祀工业记载 为在彰化河美市区内的大片土地 以1亿9千多万元卖给建商 检察官也追出局中协调的赖姓和陈姓两人 将三成报酬拆成三笔交给软后爵 先把363万元汇到软后爵司机户头 再将现金64万元以及781万元的支票 拿给司机转交 软后爵涉嫌收费共1208万元 这笔千万汇款除了自己使用外 软后爵还藏在住处保险箱或买卖股票 逃漏所得税夺达301万 相关证据被检方掌握以涉犯贪污 逃漏税捐等罪嫌起诉 华氏学员与罪张志军 谢综艺中好报导 哈喽我是雷亚 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